大家好,欢迎来到TB开讲 我是乐火小叔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BNF跟CIS 它的整个的信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 赌徒信念 那什么叫赌徒信念呢 就是说我们的交易 大家如果你把它当作投资的话 那你在卖 当你看错的时候 你会不愿意承认 你会舍不得 但是如果你是个赌徒 你不会这样看问题 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Patchingo的机器 或者是你在玩德州扑克 所以你如果想要进到 BNF跟CIS的世界的话 你首先你要把交易 把它看成是一个赌博游戏 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请大家看一下 我在分析这个Patchingo 的那个内经影片 那一期影片就非常的清楚了 赌徒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个影片里面 它里面就讲说 奇怪 每一个Patchingo机器 不是都是 主要都很难赢 大家如果看它那个 每一颗小钢珠 到最后都被吃掉 那到底要怎样才可能赢呢 那你就要抓住 那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什么叫一点点不一样 譬如说 我在Patchingo那一集影片里面 有给大家分析说 那些赢家 他会看得出 哪一台 就是 比较会赢 所以那影片最后 我就给大家看 如果 一个合格赌徒 你看得出来 那一台机器 那一台Patchingo机器 它比较容易赢 这一件事情 就是赌徒 跟一般人不一样地方 一般人 他会 一直不断的压压压压压 但是他不会管几率 那赌徒很清楚 这一台 比较会赢 但不见得说 你每一颗钢珠下去都会赢 但是 你只要时间拉长13小时 CIS特别强调 你只要时间拉长 你就会赢 OK好 所以 如果我们以Patchingo 这个影片 我特别为了Patchingo这个案例 特别录了一支影片 就给大家介绍 什么叫Patchingo 那你如果是有赌徒思维的人 你会怎么交易呢 你会看 最近 你是赌涨容易赚 还是赌跌容易赚 最近 你是赌台积电容易赚 还是赌其他的 这个银行股容易赚 你看得出来 赌徒都看得出来 好 那 你会说 我每次都是买进就跌 卖出就涨 那就是 你的赌的次数不够多 你还没有抓到那个节奏 并不代表说你的方向错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所以 任何的赌徒 都看得出来 最近 以最近来说的话 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个航空股好像买起来很容易赚 对不对 那个航运股 最近买起来比较容易赚 那个金融股 最近买起来比较容易赚 如果你是这样想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赌徒 但是前提就是 跟你想的不一样 每次赌就是 你就要假设说 你那个赌金 那个Patchingo 那个就会被吃掉 赌到是 长期来说 你赌对的会比赌错的要多 你是赚那个中间差价 本来就是会有一定的比例被吃掉 赌徒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 那如果 你的想法是 哎呦 我买进去会不会追高 哎呦 我买进去会不会刚刚好变成最后一只老鼠 很明显的 你不是赌徒的思维 赌徒不会这么想 赌徒只会说 我现在赌下去 到底胜算比较高 还是 是瞬间 我们看的是当下 如果你看的是长期的 抱歉 你不是 BIS流 CIS 你也不是BNF 他们看的是 当下 是赌徒思维 希望 大家如果 搞不清楚 赌徒心里想什么 赌徒重视的是 胜率 跟赔率 好 那个 之前 因为 CIS资金比较小的时候 他的胜率就比较重要 但是当他资金比较大的时候 他没办法快速进出的时候 他就用赔率大的胜率 稍微低一点的 来作为他的核心策略 最后的关键都是 期望值 期望值 就是胜率跟赔率的组成 的期望值 要是正的 这是最后 一个 这个 关键 所以赌徒 的信念 到底是什么 赌徒思维到底是什么 就是不要看长期投资 不要看他的价值 不要管他 这个是不是最高 还杀低 只管说 这台机器 是不是感觉比较容易赚 大家不清楚这种感觉的 再去看一下我爬青狗的影片 今天 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下次再给大家继续 再介绍其他相关的概念 我们下次见